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于房子 我跟大多数人概念不一样 我从小住在清华园里 家是那种二层的小楼 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面积也不是很大 但是特别安静 这地儿都没动过 也没装修之说 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红色 很老很久 但我在那儿真觉得挺好 有一个家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房子多少年了 我们也在感慨 后面的院子多好啊 出门就是操场 游泳馆 还有漂亮的女生 白发的先生 四周的邻居 随便踹开一家的门 里面住的都是中国顶级的大知识分子 进去聊会儿天儿什么的都长知识 梁思成 林徽因就住在我前面的院子 小时候有什么问题 家里老人就写一张字条 说 这问题你问谁谁谁 我找到人家家里 打开字条一看 哦 你是那谁家的孩子 那你讲吧 都是中国头把交易啊 这才是住处真正的意义吧 它让你透气 而不是豪华的景观 户型和装修什么的 2007年 我们搬了出来 因为家人都在国外 我又不在清华教书 学校就把房子收回去了 后来 我去了洛杉矶 去了美国 我一样是无防护 坚定的无防主义者 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做编剧和开发 只卖出了两首电影歌曲 美国流行音乐是草根文化 美国卖吉他的黑人 当我师傅都有富裕 不是说他弹得比我好 是同样一个琴 我们弹的都不是一个级别 出的声音都不一样 国外很多伟大的乐队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在中国整个高校也选拔不出一个牛的乐队 为啥 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热情都分散了 赚钱的热情大过音乐本身 比如买房 郑军有一天跟我说 有些艺术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 有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为了艺术家 你啊 就是那后者 你的生活就像行为艺术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时尚人士 因为从来不关注别人的流行趋势 也算不上中产阶级 如果我的钱只够旅行或是买房子 那我就去旅行 平时除了听听歌 看看电影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满世界跑着玩 大概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 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 然后玩一段时间就把车卖了 再去下一个地方 经常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 然后很快成为朋友 然后喝酒 然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 之前在欧洲碰见一个东欧乐队 我帮人弹琴 后来还跟人家卖艺去了 跟着人到处跑 到处弹唱 到荷兰 到西班牙 到丹麦 我妈也是 一个人背包走遍世界 我妈现在还在流浪 在考察美国天主教遗志 我妹也是 也没有买房 她挣的钱比我多得多 之前她骑摩托横穿非洲 摩托车在沙漠小村里坏了 她索性就在那里生活两个月 等着零件寄到 然后在撒哈拉沙漠 一个小村子里 给我写了一张明信片 叫做《彩虹之上》 她在明信片里告诉我 说 哥 我骑了一个宝马摩托 好开心啊 我看到沙漠深处的血色残阳 与酋长族人喝酒 他们的笑容晃眼惊 因为我跟我妹都不买房 你知道 你只要不买房 你想开什么车 开什么车 你想 你一个厕所的面积 就恨不得能买一奔驰 然后她就开一宝马摩托 坏了 说整个非洲都没着零件 她说 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在撒哈拉一个小村子里 给人当导游呢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 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 所以我跟我妹走遍世界 然后我俩都不买房 就觉得很幸福 我妈说 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 生活有诗和远方 我和我妹妹深受着教育 谁要觉得 你眼前这点苟且 就是你的人生了 那你这一生就完了 生活就是诗和远方 能走多远走多远 走不远一分钱没有 那么就读诗 诗就是你坐在这儿 她就是远方 越是年长 越能体会我妈的话 美国人平均31岁 才第一次购房 德国人42岁 比利时37岁 欧洲拥有独立住房的人口 占50% 剩下的都是租房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年轻人 一毕业就结婚 一结婚就买房 怎样才能买到房 一套房子会限制你 所有的行为和决定 因为你知道 要一体落婚 没有人愿意嫁给你 即使老婆愿意 他们家人呢 别人会怎么看 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以今天的房价 普通人买房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双方父母出钱出资 这种人基本上前途和发展 被父母控股 第二种人是牺牲了太多的发展机会 典当梦想来成就一套房子 他们购买的 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安全感 他们觉得有一套房子 会让自己内心安全一点 但是安全感 真的可以来自于一套房子吗 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世界再怎么变 还是要有坚持 即使它是落后 我不入流 这不要紧 我每一天开心 这才是重要的 很欣赏高晓松老师这样的洒脱和自由 不被房子和身外之物所拖累 也不被世俗的眼光所影响 坚持自己的梦想 总有一天 你会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 事和远方 不买房 买梦想 好了 今晚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枕边经典 枕是枕头的枕 边是旁边的边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了 那天黄昏 开始飙寂了白雪 忧伤 抬满上扛 等青春散场 午夜的电影 写满古老的恋情 在黑暗中 为年轻歌唱 走把女孩 去看红色的照相 带上我的脸颗 你迎风迎场 露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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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满透明的唇成 是我一生 最初的迷惘 Zither Harp 当岁月和美丽 一场红尘中的叹息 你跟上的眼里 又就是泪皮 小心爱的年纪 没能唱给你的歌曲 让我一生中长长追忆 相信爱的年纪 没能唱给你的歌曲 让我一生中长长追忆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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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